他是大明最传奇的皇帝 别人都是靠爹当皇帝 而他爹确是靠着他才当上皇帝 甚至就连他爷爷朱棣 也是为了他才起兵造反 他一生有三大污点 废除皇后 烧死二叔 喜欢斗屈屈 甚至被人牺牲为蟋蟀天子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与朱元璋 朱棣齐名 成为一代明君 他就是大明第五位皇帝 仁宣之志的主要推手 明宣宗朱瞻基 那么 为何朱瞻基废皇后烧亲书 却还能被称作一代明君 今天就让我们回到大明 纵观这位传奇帝王的一生 时间来到公元1399年3月 此时距离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病逝还不到一年 朱颖文便已干掉了四位藩王 朱棣已经有了反抗的想法 可惜刀不锋利马太兽 他还不敢和朱颖文斗 主要是他三个儿子 都在朱颖文手里当人质 赢了天下去断了后 这买卖不划算 结果有一天晚上 朱棣突然梦见了朱元璋 在梦里朱元璋给了朱棣一个大规 所谓的大规就是皇帝专属的随身记事本 给大规多少有点托付江山的意思 但朱棣还来不及高兴 朱元璋又说 这是给我重孙子的 他必定会让大明昌盛万年 听完这话朱棣就醒了 还不等他找人解梦 突然有人急匆匆赶来报信 说世子朱高智家里 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个大胖小子便是朱棣基 朱棣顿时又惊又喜 认为这是老天赐给他的礼物 也是朱元璋托梦给他的原因 朱棣有了孙子忘了儿 这一下也不怕断后了 直接开始准备造反的事 他把朱元璋托梦的事到处宣扬 并发动了禁难之意 最终打败朱允文夺下皇位 成为了大明的第三任皇帝 史称永乐大帝 当然 关于这个托梦的说法 无非就是朱棣打出的一个噱头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朱棣对于朱瞻基的喜爱程度 但朱棣三个儿子都被朱允文给放了 都活得好好的 皇位根本轮不到孙子朱瞻基 该选谁当接班人 成了朱棣继位后的头号问题 大儿子朱高智喜欢五文弄墨 心宽体盘大富变变 从小就患有脚脊走不稳当 爱吃不爱动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肥胖 朱棣是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二儿子朱高旭高大威猛 性子强悍果断 跟着朱棣东征西战 曾多次冒死救下朱棣 相比大儿子 朱棣更喜欢二儿子 他曾在一次作战结束后 拍着朱高旭的肩膀说 老大多病 你可要好好努力 多少有点要培养朱高旭 成为继承人的意思 朱高旭自然是从此更加卖力 结果等到朱棣当上皇帝 犹豫选谁的时候 力挺大儿子的谢静跳了出来 问朱棣难道忘了 他最宠爱的大孙子朱瞻基了吗 朱棣恍然醒悟 立刻拉着脸宣布 册封大儿子朱高智为皇太子 又满心欢喜地 册封朱瞻基为皇太孙 换句话说 要不是中间隔着个朱高智 朱棣都恨不得 直接立朱瞻基当接班人 而满怀希望 等着接班的朱高旭 一脸懵圈地被册封为汉王 还被丢到云南 彻底跟皇位说拜拜 像极了被领导画大饼的老员工 跟着领导拼死拼活 把公司撑起来 结果领导转眼就提拔新来的 只因为人家儿子是区长 朱高旭对朱高智 朱山基父子俩 那叫一个恨之入骨 便暗中招兵买马 打算效仿朱棣 亲爹不给 他就自己动手抢 镜头来到另一边 虽然朱高智当上了太子 但朱棣依旧不待见他 反而是整日将朱山基待在身边 锻炼他的能力 这就是俗称的隔代清 文化方面 朱棣将当时最好的学士召集进攻 教授朱山基百家思想 治国之道 朱山基虽不说过目不忘一交就会 但也算得上聪明机灵 家世本身刻骨努力 除了那些学问底蕴之外 就连琴棋书画都不在话下 军事方面 朱棣亲自带着朱山基巡行边疆 四处征战 让朱山基从最底层的小兵做起 从战场上厮杀到排兵布阵 全方面的学习为将之道 时不时还会让朱棣基亲身体会百姓的生活之苦 日期越累之下 朱棣基的武德足以媲美在战争中成长的朱元璋和朱棣 这些非比寻常的磨练 让朱棣基的眼界和魄力都要高出常人 因为常伴朱棣基左右 朱棣基的性格也深受朱棣影响 刚直果断 配合上文武双全的能力 朱棣基可谓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六边形战士 朱棣对这个大孙子也是郁下的喜爱 在爷孙俩的权力配合下 朱高智的太子之位做得无比稳当 来自朱高旭与大臣们的刁难与排挤 都被一一化解 那么朱棣基走后 朱棣基还能顶住来自叔叔的压力吗 怎么不能 不老实的直接做成瓦冠门鸡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瞧 朱高旭到底做了什么 竟会被侄子朱棣基做成瓦冠门鸡 活活烤死 明成祖朱棣病逝后 大胖小子朱高智顺利继位 当时朱高旭立兵莫马 造反之意已经是人尽皆知 但朱高智依旧十分后代这位弟弟 还封赏了几位侄子 向朱高旭示好 可朱高智的人词 并没有让朱高旭有所收敛 朱高旭仍在寻找机会 准备效仿朱棣造反 朱高智体胖多病 在位还不满一年 就驾鹤西去了 重任就落在了朱瞻基的肩上 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 准备迁都的事情 需要回北京完成登基仪式 朱高旭认为此时 正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便派出死士在返京路上 层层涉服 准备刺杀朱瞻基夺取皇位 早在朱高智还在位的时候 朱瞻基就已经和二叔朱高旭 明里暗里争斗了无数次 这次更是早就算准二叔会 趁机出手 便抄了小路提前返京 继承了皇位 朱瞻基登上皇位后 同样后代了两位叔叔 无论朱高旭提出 多么不合理的要求 朱瞻基都尽可能地答应下来 向叔叔们展示诚意 但是在朱高旭看来 这是侄子朱瞻基 软弱可欺的表现 他要的可不是高官俸禄 而是皇位 朱高旭的反意是越来越浓 行为也愈加放肆 在朱瞻基继位一年之后 朱高旭终于忍不住了 打着和朱棣一样 清军策的名义 起兵造反 结果朱棣打了四年打赢了 朱高旭打了二十天 就输得一塌糊涂 朱瞻基深知朱高旭的性格 猜出对方是想相仿朱棣 趁自己立足未闻 威逼利诱让领兵将领臣服 朱瞻基识破对方诡计 便愈驾轻征 不过众臣劝阻 直接带领大军长驱直入 果然不出所料 朱高旭一听朱瞻基御下清征 便缩在城中不敢与之交战 朱瞻基便令弓箭手 将射免令射入城内 称只要带着射免令出城投降 就不追究责任 如果能活捉朱高旭 还另有赏赐 反军瞬间分崩离析 朱高旭无奈只能出城投降 造反时有多轰烈 投降时就有多狼狈 朱瞻基几乎没飞一兵一竹 就拿下了二叔 并在凯旋的路上 顺手搞定了三叔 朱瞻基不想背负杀叔的污名 所以并没有咔嚓两位叔叔 而是将他们贬为百姓 并特意关照了二叔朱高旭 给他戴上了手铐铐链 并令人时刻监视 虽然听起来很惨 但朱瞻基并没有亏待他 天天不用干活 也不用愁吃喝 只要朱高旭老实做人 说不好哪天朱瞻基 就给他一笔财产 把他给放了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朱高旭也是一个狠人 在一次朱瞻基上门探望的时候 他竟然一个扫堂腿 将朱瞻基扳倒在地 得亏地上没有石头子而杂的 朱瞻基只是摔了一跤 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堂堂一国天子 竟被罪人一脚撂倒 朱瞻基这下是真的怒了 直接喊人搬来三百多斤的大铜钢 将朱高旭扣在里面 以示惩罚 哪曾想朱高旭 就是不肯低头认错 竟顶着铜钢 就朝朱瞻基撞去 朱瞻基忍无可忍 令人在铜钢周围生活 将二叔变成了瓦罐闷鸡 咱也说不好这锅 到底应该算在谁头上 但朱高旭落得如此下场 完全可以说是咎由自去 朱瞻基接二连三地给他机会 但他丝毫不知道珍惜 而这也成了朱瞻基人生的 三大污点之一 朱瞻基另外两个污点分别是 废除皇后和蟋帅天子 朱瞻基的皇后胡是贤良淑德 是历史少有的人善皇后 朱棣也正是看中这一点 才决定选他作为皇后 辅佐朱瞻基 但爷爷喜欢的类型 并不代表孙子喜欢 相比胡皇后 朱瞻基更喜欢 青梅竹马的孙贵妃 朱瞻基继位之后 也一直心心念念 想要离孙氏为皇后 或许正是因为 这种意志太过强烈 胡皇后一直 没能为朱瞻基生下一个皇子 反倒是孙贵妃生下了一个皇子 这个皇子便是朱祁镇 对于朱瞻基来说 简直是双喜临门 这不就有理由 立孙贵妃为皇后了吗 于是朱瞻基便 以皇后无子多病为由 改立孙贵妃为皇后 胡氏心灰意冷 就此出家成了禁死法师 胡皇后一向素有鲜明 无论是太后还是百姓 都对其喜爱 拥戴有加 胡皇后一生小心 并未做过什么 让人诟病的事情 听闻她无故被废 天下人无不怜悯 而此事也成了 朱瞻基的人生一大污点 即使过了数百年 她仍在被指责 而最后一大污点 就更厉害了 朱瞻基因为过于喜欢蟋蟀 而被人牺牲为蟋蟀天子 他到底有多会玩呢 宝马换蟋蟀 你换不换 明史中有如此记载 蟋蟀天子朱瞻基 为了斗屈屈 专门派人去寻找 能达好斗的蟋蟀 一度导致蟋蟀价格 飙升至天价 百姓们为了报复 地都不中了 天天爬在地头墙角 绝着大钉找蟋蟀 在江苏有一位掌管粮税的小官 看见有人出售一只上好的蟋蟀 这官为了完成业绩 便不惜用宝马去换 就这他还美滋滋的 幻想着能凭借这只蟋蟀升官发财 他将蟋蟀交给妻子 千丁宁万嘱咐说 这是他用宝马换的 是要献给皇帝的 关系到全家人的死活 千万要好生伺候 说完就急忙报信去了 妻子不禁十分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虫子 竟然能让丈夫舍弃他最喜欢的宝马 实在忍不住就打开盖子想看一眼 结果刚打开盖子 蟋蟀就跑没影了 妻子十分恐惧 当场选择自挂东南枝 小官回到家后 发现妻子没了 蟋蟀也跑了 伤心加上害怕 也跟着自挂东南枝了 可见猪山鸡这一爱好 背后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以至于猪山鸡也被人牺牲为蟋蟀天子 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但这丝毫不妨碍朱山鸡成为一代明军 大明仁宣之志中的宣 指的便是明宣宗朱山鸡 那么朱山鸡都为大明做了哪些贡献呢 这就得从他父亲名人宗朱高志 所解决的四大难题说起 朱高志改组内阁 赦免禁难冤臣 改变官场风气 改善民生 四大改革让大明风气焕然一新 也为朱山鸡的进一步推动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都说大明盛世 但朱山鸡刚继位时的大明 却是千疮百孔的 朱蒂时期兴建紫禁城 五次北伐 屡次派遣郑和下西洋 这些都是负担 许多百姓不堪重负 纷纷造反 虽然朱高志有心让百姓喘口气 但他在位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朱山鸡继位后 果断选择终止一些劳民伤财的大工程 同时暂停一系列的战争 节约军费开支 在平定了二属朱高续的叛乱后 朱山鸡便召毁了朱扎在安南的明军 主动放弃了对安南的统治 转而与其议和 承认安南独立 让其成为大明的藩属国 这一举措虽然放弃了 好不容易打下的领土 有损国威 但大明驻军安南二十多年 一直在镇压安南的反抗 大明为此投入了无数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却丝毫看不到贫富反抗的希望 与其坚持徒劳无功的消耗 倒不如尽早脱离战争泥潭 让百姓休养生息 恢复国力 同时 朱山鸡实施救济政策 大幅减轻贫苦百姓的负担 让许多在永乐末年背井离乡的难民 主动回到了原本的村落 让许多空置的村落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改组内阁和改变官场风气这两方面 朱山鸡进一步完善内阁制度 加强了御史的监察职能 让其可以渗透监察各个领域 同时将巡抚一直制度化 极大程度地解决地方平级部门之间的 互相拖后腿现象 此外 朱山鸡还调整了各地科举考生的录用比例 使得更加公平合理 给官员安排年假 体恤官员 但对于贪官污吏 朱山鸡虽不像朱元璋那样使用雷霆手段 但也绝不心思手软 当然 人无完人 朱山鸡除了三大污点之外 也为大名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那就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机构 让宦官学习知识 并让宦官接受到政治中心的决策环节 轻跌种下的种子 儿子在土木宝遭罪 这也算是朱山鸡的一大败笔吧 总的来说 朱高志 朱山鸡父子俩在位这段时间 是大名国力最强 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既没有来自内部的党政 专权等问题 也没有外部的压力 可惜天度英才 朱山鸡在位不到十年 也随朱弟朱高志去了 其实说起来 朱山鸡就像是我们的一生 努力过奋斗过 也年少轻狂犯过错 只求自己老了回头展望的时候 没有后悔 大家对这位蟋蟀天子 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